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儿庄根本没有闲合手 战斗一开始 日本人就投入飞机大炮进行不间断的轰炸 然后派出步兵一波一波的进攻 王冠武将军很快城墙就被打烂了 到处都是战士们的鲜血 也到处都是缺口 而台儿庄城外的郊区更是一片平原 王冠武和他的战士们只能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的城墙 台儿庄注定要成为一片郊土 战斗开始之时 除了日寇的飞机轰炸 敌我双方都用重炮相互射击 而在巷战中 双方都放火 王冠武和抗日英雄们放火烧 日寇占据的碉堡是为了毁掉他们的据点 而日本人放火则是要烧毁他们占据的房子 是为了防止我军的夜袭 尽管这样 但是很多时候房子里的火还没有熄灭 抗日英雄们就已经跳入屋 用手榴弹和刺刀与日寇厮杀开来 在战斗中 抗日军队有一位营长身受七处三上 但他仍然不退 三家兵把他抬了下来 他还离截声嘶地喊叫着 我虽然不能走路了 但我还能说话 还可以指挥 当然 营长心思战斗在一线 作为守城总指挥的王冠武 同样也在第一线 据史料记载 在向战最激烈的时候 王冠武曾一天之内 三次被人从打他的房子里扒出来 四月一日 二日 守城官兵的子弹大多打光 只能手持大刀 以血肉之躯与日寇厮杀 其惨烈 不是比莫所能形容的 在争夺台儿庄西北角的激战中 双方死了五百多人 最后王冠武派出五十七名壮士进行野袭 才算歼灭那里的敌军 尽管战士们如此拼命 但是到了四月三日 台儿庄三分之二的阵地 已经落入日寇手中 三十一师的四个团长牺牲了三个 十二位营长也只剩下了两位 不过我们的英雄并没有放弃 王冠武带领剩余战士 仍然坚守难关一语 死拼不退 直到汤恩伯的部队 打败了板原忍四郎的板本支队 击鼓连接师团的爱鼓支队 日后自行撤出 四月七日 台儿庄大姐 据当年参加台儿庄战斗的老兵回忆 战斗胜利之后 王冠武到师部去见师长池封城 当时池师长一听王冠武回来了 马上赤脚出营 并高声对王冠武说 我这里跪领了 王冠武急猛上前 请紧握住池师长的双手 两人相对无言 眼里流出了泪水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